一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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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弄着火狼 不认真 嗨 哈喽 我是要坐到这 OK 哇哦 这个这个这个 无价之铁 本来一开始呢 我是想freestyle一段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没有办法 这段舞蹈已经你知道 太刻骨铭心了 刻进我的骨头里了 又做回原来的那个舞蹈 你们爱喜欢吗 好 先来打个招呼 好吧 对 看大家来了没有 有种非姐带货的感觉 别跳舞吧 好好好 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乘风破浪的编外老师王菲菲 欢迎大家通过腾讯微视姐姐驾到 来到我的直播间 刚才呢 对 自称一下王老师 小事牛刀一下 虽然就是freestyle了一下 但是真的是 这段舞蹈太刻骨铭心了 我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还是回到了原来 好 姐姐驾到呢 是由腾讯微视独家打造的直播栏目 在这场特别的栏目中呢 会有八位姐姐 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今天的这场直播呢 已经是第三期 之后还会有五名姐姐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 你们大家更期待见到谁呢 不管见到谁 一定要先关注直播间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哼 这个这么突然的吗 任务卡 对 OK 好 任务卡来了 你看 这个节目一上来 就是这么的爽 快 准 好 姐姐聊节目的任务卡 请王菲菲 与网友一起观看 乘风破浪的姐姐 cut紧急 并诚实地回答 问题板上的问题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紧急 好吧 我可以找紧急 天呐 我女生 怎么办 等一下 我想想 很难 太难了 请来 好 我可以提问问题吗 提问 你问什么 你有跳过舞吗 答 我没有跳过你那么好 好 我选她 我选她 哈哈 我选她 是有意地 欺骗的单单 嗯 我们都是有策略的 策略就是 万千姐她都选了我 我就很害怕你先选我 我是对自己特别有策略 哈哈 因为我看到她在纠结 然后我就 很想给她一个肯定的眼神了 就是说要先选你 我看到了 我真的没有注意到 因为她很喜欢我 我太开心了 那我完全没有 你刚才没有戴好吗 刚才就没有 我还开心了 哎呦 太搞笑了 我的天 太搞笑了 嗯 我看到她站起来那一刻 就是 惊讶 让她说 她为什么会站起来 我的天 她为什么会选择我 Oh my god 哇哇哇 我要选择她吗 对我是会选择她 但是我还是就是 你知道 作为队长 还是要让自己稍微理智一点点 所以就问了她这个问题 虽然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 对不太重要 但是我还是问了 OK好 嗯 我们来来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啊 追星女孩王菲菲 嗯 嗯 选队长环节时 你最想成 你成为最受欢迎的队长 很多人都想成为你的队友 你当时的心情如何 我当时心情非常的开心 啊 说真的真的 因为我看到那么多姐姐 站起来选择我的时候 那一刻我是感动的 因为没有想到 就是大家那么认可我 嗯 但是因为倩姐一站起来 我就只看到她 OK 好 第二题 然后呢 问题二 选队友时有很多姐姐 你最期待谁站起来 当时你只问了万倩一个人的问题 一个人问题 然后万倩姐姐的回答不痛不痒 而你最后还是选择了她为什么 好 这道题其实我刚刚有回答到 嗯 但是呢 这个你其实最期待谁站起来 我 嗯 当时脑子是懵的 说实话 我脑子是懵的 然后没有说期待谁 就是 我很害怕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 说真的 对 但没有想到 那么多感恩的心 对 谢谢姐姐们 对 然后第三题 嗯 沈梦诚认为你在选队友的时候 会跟他有着默契 实则他只是你追星路上的聊 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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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了解 帮助我追星的人吗 哦 还是说因为星座 哎 但是呃 其实这个钱财 就呃 晨风破浪的姐姐钱财 这个没有播 但是他有问到我说 在这个里面 呃 就是说 如果有有这么多姐姐 比如说他他他他举了一两个例子啊 啊 有这样这样这样姐姐 你你你你你希望跟谁能够成成团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嗯 如果有孟诚呃 呃 因为加莱我我是肯定知道的 因为我已经问过他了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嘛 然后我就说 沈梦诚真的是一个气氛担当 对 所以我还是蛮期待跟他一组的 然后第一次大碗的时候我就有说过 就很期待 对 跟他一组 然后呢 因为他特别的会 就是因为主持人嘛 就是属性在这里 就不不知不觉的就喜欢 就就就会Q就是骨子里的 所以呢 呃 因为星座也有原因 然后各个方面他 而且他真的是业务能力非常的强 他有很多很多的潜力跟魅力 我觉得他是非常OK 各方面实力都非常OK的 嗯 嗯 这是OK 好 第二个任务卡 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来了 但是你最后还是先选择万千姐姐 不是因为 我其实也想选孟诚的 但是呢 就是我怕他第二轮不选我了 所以呢 我就想说我就赶紧的要先选万千姐姐 对 是这样的 好好好 赶紧的说 啊好就你了 嗯 好下一个任务哈 太和金闺蜜演的任务 好友的身份不是随便说说 本游戏规则考验你对万千和沈梦成的了解程度 规则呢 游戏分为两轮 每轮游戏限时30秒 第一轮在众多的眼睛图片中 找到属于万千的眼睛 然后第二轮在众多的嘴巴当中 嘴巴图片当中找到沈梦成的嘴巴 两轮都找正确才算是真正的好友 否则要接受惩罚 那我要是答对的话 有什么奖励吗 没有 没有 这是什么 好好好 来来来 好来 我来看一下 我的天 哇 等一下 这太快了吧 这个 左下 对 确定吗 确定吗 啊 不对 中间 正中间吗 对 这个 确定吗 确定 好 我们看正确答案 真的 真的 对了 我的天 我的天 好难啊 我在想说 是左下角呢 还是正中间 对 我的天 很厉害 真的 哦 倩姐 不要太爱我 啊 好 沈梦成是不是 三角开 这个 不用看 真的 确定百分之一百对 看哪儿 你看我 是不是非常注意每一个人团圆的细节 对他们了如指向 没有作弊 真的没有作弊 有没有作弊 你自己不知道吗 强调一下 您没有作弊 哦 是这样的 好好好 不用接受惩罚 不用接受惩罚 OK 反正赢了也没有什么福利 给你猜猜惩罚照片 你就是想让我惩罚一下 你就说吧 我就带上好不好 因为他说这个惩罚的内容是 戴着惩罚的道具摆五个漂亮的pose pose我就不摆了 就是 你看 天 不由我 我也没有办法 哎 还真掉 只戴眼镜 哦 只戴眼镜 我的天啊 我到底长什么样啊 眉毛都连成一次了 OK 好 这把过 下一个 好 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视频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 我们说的 哪一个人 看见 啊 感动我 跟人家的心理 都在上 都在这太大原谅 原来 你就是我 熟悉的渴望 这首歌好好听 这首歌好好听 哇这个我的天 太后 哎呦我天 哎呦我的天 今天的舞台 我很满意 因为我感受到他们两个 也在感受我 也在感受彼此 如果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这个舞台 我们没有遗憾 因为我们留下了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 在我们自己人生难度 所以我觉得 很OK今天 我很好哭 哦 我真的很爱哭 我真的每一期我都哭 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天 哎呦这个 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我真的是一个 还蛮矛盾的一个人 问题就是在台上你是一个王者 台下为何是一个小枯包 你本身是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最极致的感性例子是什么 嗯 我其实感性跟理性定存吧 但是呢 我很容易被感动 是真的 就是我特别不能不能看到别人哭 因为我会感同身受 对 然后 因为其实像静姐那次哭 是因为 在之前 孟城有跟我说 她跟静姐就是 第一次solo舞台下来 她跟她女儿打电话 真的是挺难的 就说了很多 关于静姐的一些 伊能静姐姐的一些故事 所以就是真的很感动 她真的很坚强 所以就是在看她唱歌的时候 可能不是因为真的就是 因为一个唱歌的角度 就是 就是这么突然 就是这么莫名的一个点 打动了我 嗯 然后呢 大碗的那个 还有最极致的感性的例子 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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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今天是不是播了新的一期啊 就是阿肯老师有哭 的这一个 就是当时我们也没有真的真的 没有想到阿肯老师会 突然就是你知道 大哭痛哭 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惊到了 然后我去拿纸巾给她 我是要拿给她的 但是我一转头 看到你知道吗 一个宽阔的厚厚的一个男人的背 对着我 对着我在那哭泣 我瞬间你知道吗 我就 眼泪就流下来 我就不行了 这个纸 我给了她她没药 我说好吧 那我就自己擦一下 我又拿纸 就重新拿给她 就可能真的就是 不是说 因为一些很突然很感性的东西 就是真的就莫名的一个点 就是阿肯老师的背 就那一个背 厚厚的一个40岁男人的背 我就觉得她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真的她太难了 我特别能理解她那一刻 嗯 好 接下来第二个 问题二 然后呢 问题二 会不会觉得在这个节目中很容易会引发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或者是姐姐之间的情意难能可贵 非常非常 其实在录节目之前 我 嗯 来之前 我就跟几位姐姐可能合作过 见过 但其实都并不熟 我 就是只跟孟佳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熟 然后呢 来之前我就特别担心 我说天哪 30个姐姐 我该如何相处 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 可能熟了以后就会这样子 就是吵吵闹闹 但是 我一开始如何去交流我真的是有一点笨 然后就是特别的担心 但是呢 没有想到姐姐们来这个节目 我看到了 我其实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对看到了坚韧 然后 就是 我们除了说在舞台上 我们真的是有 哦 我们是对手 又是队友 就这个东西是非常的 奥妙充满 嗯 所以但是我们都是心心相惜 真的真的心心相惜 日常生活中 你会很爱 日常生活中啊 啊 反正也是有哭的点我就会哭 就是莫名的感动点我会哭 但是 可能不会像节目上这么多吧 因为真的是大家都看到大家付出努力 每一个人都付出非常非常多 都希望就是 就是每一个舞台都是能够被大家喜欢 都能够记住 都能够记住 所以就是 这种 坚韧跟勇敢吧 嗯 那你觉得最感动的电影 或者美国类的电影 或者听到了美国类的歌 我太多了吧 真的很多 我就是有时候听那种快歌 我也会哭的 我那天是听到什么来着 好像 哎 我忘了那首歌 叫什么来着 我真的突然忘了 然后就是开车的时候 听到了 然后自己在那里非常感伤的 觉得自己这样生活不易 有没有 哈哈哈 生活艰难 王菲菲你要加油啊 好 一边开车一边这样伤感 对对对 然后然后 啊 接下来哈 下一道题 好下一个视频 嗯 其实有一个习惯 就是 呃 练完一支舞的时候 当天你会觉得 天哪 自己跳得很糟糕 但是 你在睡前 你再跳一遍 然后听了音乐 你在你的脑海里面 再把你的舞蹈动作过一遍 你这样睡觉 睡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会发现你很奇迹 哎 好像我这个动作 比我们记得更顺了一些 嗯 嗯 我和她唱很清净的歌 找到自然甜蜜的这种歌 然后犯罚上汉脑子 但是因为水分太大 我听不到那种歌 我就觉得我怎么不受 这段真的很好笑 沈梦辰 太好笑了 按摩大脑 是逼我努力的对 荔枝王 好想吃啊 我天啊 收聽的時候 我下一首歌叫 Goodbye, baby, good bye I could not own your turn I could not own the world 那是那麼暢的 就是按如果要是平時的這的話 Goodbye, baby, goodbye I would not own your turn I could not own my turn 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同時就是放誰 Goodbye, baby, goodbye I could not own your turn 来来来,是这样的,而且它就会有节奏跟感情的一些突出的地方,所以就会比较好,唱快歌是这样的。 好,下一个题,为什么有这么多训练的小妙招?有很多人呼吁节目组把你的导师未解一下,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些是可能多年训练的一些小经验吧,我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可能我不知道对其他姐姐或者对大家有没有用,但是反正对我是有用的,但我就是一直都是这么训练的,对,然后呢,呼吁节目组把你的导师未解一下。 那天我自己还在讲,可为是可为问了我吧,他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这个节目是要讨历吗?天下,没有啦,就是很开心,因为能跟姐姐们一起去讨论专业上的问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很好啊,非常好。 好,第二题,是否,对,要给你们看啊,是否有其他组的姐姐请王老师给他们开小赵?会不会有时也需要指导一下节目组配对的Dance老师?没有吧啊? 好,没有,我先回答上一题啊,就是没有,其他组的姐姐没有请,没有,没有请王老师,没有让我给他们开小赵,我,大家,都有老师欸,不需要,我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教的功能而已,对对对对,没有到老师的级别啦,对,然后呢,也没有说说可能,什么叫,指导,没有指导啦,就是,呃,因为我们是其实更了解自己,然后呢,也没有说说可能,什么叫,指导,没有指导啦,就是,呃,因为我们是其实更了解自己,然后呢,也没有说说可能,什么叫,指导,没有指导啦,就是,呃,因为我们是其实更了解自己,然后呢, 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到哪里,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些长处被放大,短处被收起来,所以我们可能会跟,呃,舞蹈老师会去讨论一些,比如说,舞蹈上面的,呃,怎么样去把我们的长处放大,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短处去减小,这样的一些可能讨论的东西吧,嗯,然后呢,问题三,王老师的教学生涯中觉得谁最难教,为什么? 嗯,目前来说,是您,您静姐,对,就是,静姐呢,她不是说她,舞蹈做不到,而是,就是,就是,静姐是需要心理辅导,就是她呢,嗯,因为她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跳舞不可以的,啊,我不会跳舞,就是她的这个观念特别的重,就我没有想到,但是真的,她是可以的,她是有无限可能, 而且并且能跳得很好的,但是呢,嗯,但是呢,她就是,就是要需要疏通一下,就是她的心理的障碍,然后因为她会担心自己跳不好,而影响我们,而影响其他的,就是,姐姐去,比如说改动作呀,或者去学,呃,就是进度呀,等等,等等, 她其实是担心是这个,她比较难过的是这个,所以呢,就是,就是,心理辅导跟专业辅导同时进行。 嗯,经典的一句话呀,经典的一句话呀,经典的一句话呀,经典的一句话,其实,静姐,静姐的京剧真的很多,但是呢,静姐就是,不断争相的一个人,她就是经常说, 我的天啊,怎么那么难,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们,你们去注意一下,她真的特别爱说,太可怕了,这几个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又是这种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又要跳舞,又是那种大集体舞,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做不到,永远的,我做不到,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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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贼好,就说,哎,我也做到了,我也可以做到了,我就说,你看,我说你可以做到, 我真的没有骗你,对,静姐,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好, 是不是因为经典的强度,对您来讲,还没有那么强,所以你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去探讨,或者帮助别人会, 我觉得可能是,这十年的,舞台的这些经验,让我去,就是让我可能学动作,学得比较快,确实是我学动作会,稍微快一些些, 所以就是,因为你学动作快了,你会有,些时间去看看大家的队形,有没有骑,因为你不可能光指着老师说,我们,我们练习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少, 就这么几天,然后就马上又到,下一场的公演,但是呢,我们,就节目的赛事是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紧凑,时间越来越紧,我们准备的时间越,我们准备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就是要,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对,好,下一题,哦,有任务卡,是不是, 你们可以看一下,在那里面有好多人有任何理事,然后还有就是在讲,单口相声,好精彩, 单口相声吗,哎,我说真的,我是在讲单口相声吗,真的吗,你也有感觉吗,我的天啊,我居然有这样的功能, 我居然有这样的才能,真是,哎,真的假的,语速,好好,我,我,我其实是觉得自己说话有一点点快, 我要学学白冰姐姐,学学叮当姐姐,学学金沙姐姐,讲话要温柔一些些,对,不能这样劈里啪啦的, 真的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开心起来,要不就不讲话,要不就噼里啪啦讲一堆,嗯,好, 德云社欢迎,真的太好笑了,德云社编外人员,我是相声演员,是不是,好好,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王菲菲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好,过,相声专场,好吧, 下一个,下一个那个什么节目是,下一个节目是JYP唱法,好吧, 请模仿,现场模仿一段JYP的说话方式, 请用JYP扮空气唱法演唱一段无价之解, JYP的说话方式,他其实没有说话方式,他就很喜欢, 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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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发现,我在,就是,我经常很高兴, 很开心的时候,突然笑的时候,我会这样鼓掌,就是,这个叫什么, 海报,海报式的鼓掌,对,我不知道,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 大家,其实眼睛很尖,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从我们,就是, 我们JYP先生来的,他真的很喜欢这样,有可能,你知道吧, 看了多年之后,就是,看着看着,自己也,也喜欢这样子, 他就会经常这样,他说,哇,他真的好棒, 就有那种慈父般的微笑,去看选手,对,他就会这样, OK,OK,然后那个,请用JYP的半空气唱法,演唱一段无价之节, 对,对,JYP就是朴振英先生,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那个,Nobody MV里面,在厕所里面的那个男人, 特别可爱的,特别可爱的哥哥,好,请用JYP的半空气唱法, 演唱一段无价之节,我来试一试啊, 如果原本是,看我弄超波浪,多认真的亮相, 努力跳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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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JYP试唱法,看我弄超波浪,多认真的亮相, 努力跳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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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是 哎呀我的天我好难啊 好继续下一个视频是不是 嗯 真的啊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啊 我的世界已经崩塌 我好难过 真的崩塌 可以哭一哭 哎呀别哭 哎呀好耽误大家 怕有什么多 就剩三首Vocal了 对就是三首Vocal了 到底这非常你很好笑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过着世界不到 睡着梦花 这一切感想 那样 这样过吧 再开过 这都很严重 如果我是你们的孩子 这都很严重 对 我在干什么 还有一首 我都急死了 我现在 哭哭哭哭 来来来 我又哭了是不是 好问题一来了 跟孟佳都成为队长 是第一次从队友变成对手 但内心还是无法真正成为对立面 我们的内心从来就不是对立面 但是呢 就是从队友变成对手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无论你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队友 但是在台上你就有可能会成为我的对手 这个都是而且每一期的 都有很多的不定性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每一期的姐姐们 所有的节目的录制都是有很多的不定性在里面 所以我是觉得 你看像二公他表现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自己就是 还是崩溃 然后呢我就一直跟他讲 我说你不用 你要去想办法 你去想办法 然后呢去看一下团圆的长处在哪里 就是我也一直鼓励他 但是呢他自己也在鼓励自己 就是他自己也在想各种的办法 如何去让这个歌曲更加的优秀舞台 更表现得更好 所以你看啊 就是啦 你看就是出来的非常好啊 我就我就真的非常感动 静姐也是看了都哭了 她特别喜欢这首歌 特别喜欢这个舞台 所以就是 对啊 加油 每一个人都要加油 真的 好 下一题 有人说你有点哭的感觉 我 我没有要哭 我是喉咙有点 喉咙有 有水是不是 好好好 嗯 嗯 我还是这题 孟佳选歌 为什么你更紧张 因为 他真的是没有剩几首歌可以选了 所以我当然希望他能选到很好的歌曲 然后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很多就是会有不定性的因素 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但是呢 我们都要在 仅有的这个条件下面 去如何做到最好 就是你自己做到最好 那你在舞台上 你就不会有遗憾 对 虽然当然就是 歌曲是 可能自己 不是特别擅长的 对 但是你看 这就是突破嘛 那你们的赛事 你觉得残酷吗 残酷 真的很残酷 我们经常都是 到前一天录制 都不知道 下一 就是 要怎么样去打分 然后要淘汰几个人 根本都不知道的 都是临时 就是前一天录制 直接告诉你 内心其实后来 我就是放平心态 就是可能很多姐姐 其实很多姐姐都是这样 就到后面就觉得说 只要是我努力的 把我这个舞台 去完美的做好 因为这个东西 是永远会留的 留下来的 不仅仅是你看到 所有人都会看到 所以这个东西 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就是一定要 努力的把舞台上的 这三到五分钟 去让它发光发亮 对 然后走不走 这就是看大家的选择 我看我的问题 就是说有的这么累 然后平常的力量 是不是还这么好 因为他们有看你的 正常的 什么事 他们一直在觉得 是不是也有 分享保养 这些小方法 保养的小方法 保养的小方法 多喝水 早上起来空腹喝水 要喝500cc 要喝温水 最好加一点蜂蜜 然后记得晚上再吃点维C 是没错 没有了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 肤质是不一样的 都要根据自己的肤质 去调治自己的 home care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不能单单 只靠护肤品 只靠面膜 然后就能说 你的皮肤就能变好 可能你有时候 你要需要去吃素 有一段时间 你需要去吃素 然后有一段时间 你需要去运动 然后如果你去晒完太阳 回来 你该如何去拯救 跟赶紧去就是补救 就是每一天 对都会有不一样的 就要有一个 有一个阶段性的去 对有规划的去 保养自己的皮肤 好 下一道题 孟佳二宫表演后 失声痛哭 而你忍不住哭了 为什么 感动啊 为什么 就是做到了呀 而且他真的是 就我刚刚说的 不仅仅是他 不仅仅是我哭了 就是真的旁边的姐姐都哭了 不仅仅是我 OK 还有这个问题是 平时与Miss A的其他成员 是否还有联系 私下你与孟佳联系的多吗 有联系的成员 但是因为现在不是疫情的原因 然后对 然后就是 不能出国嘛 对 然后呢 私下你与孟佳联系的多吗 当然了 经常都会联系 OK 好 下一个片段 有请 有请王菲菲 半戒 沈梦成 带来 Manta 我觉得 这一段很完美 我心目就套完 应该可以出道 好啊 嗯 你让我自己看吗 然后我看 看一下 谢谢 我觉得很疑惑 你还有很多 可以为挖掘的钱 对 很优秀的面 没有展现 还是是我最遗憾的一点 是吧 都在干什么 大白族出来 太扎兮了 太难过了 还好我的梦成父母 还好我的梦成父母 我的梦叫 梦成父母 对问题就是 二宫表演时 你们组有综合实力很强的你 有人气最高的万千 有观众员很好的梦成 小高后还被导师夸奖 公演结果并没有进入安全席 会不会很意外 确实是可能对于分数来说 我们三个人都会有一点点意外 但是真的 不知道观众喜好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 是现场太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吧 我觉得 就是还是 或者是我们自己表现的 还不够好 然后呢 但是我们都是尽了权力 真的每一个人都尽了权力 万千姐姐 不仅仅是梦成她的那套地板的动作 其实我给她很大的压力 我跟她讲 我说 这一趴的动作 你站在C位 你一定要做到最好 因为 这个一定是 不仅仅是你自己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定是会非常非常记得你的 然后你一定要 让自己保留这个高光时刻 然后你一定要 最好 是最乍眼的那一个 然后万千姐姐呢 就是她是 我跟她说 我特别适合出场 因为她的气场 跟她的vocal 跟她整个人的感觉 就是她一定要第一个出场 第一个出来 让观众看到 那个气场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他们无论是在舞蹈的动作 还有平时眼神的练习 也包括我自己 都真的是 努力的 对 然后呢 嗯 嗯哼 OK 好 你认为为什么会是沈梦辰被淘汰 嗯 我真的不知道 说实话 真的不知道 嗯 不知道 其实我自己 每一次 就是公布分数的时候 我都是很忐忑的 嗯 尽量的去在舞台上 把所有的实力去展现 因为 就是可能很多 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做这么多 别人看起来 会不会像是有突破 可能别人看起来 像是没有突破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其实是有的 就是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看到 好 下一题 问题三 这是你第一次 身为队长的身份 在带领组员会不会自责 或者不甘心 嗯 自责 我觉得 多多少少会有吧 不甘心也多多少少会有的 嗯 因为我们都努力的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结果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但是结果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所以就是当然都会有一点点吧 但是还好就像我上面就是刚刚视频里面说的 就是自己真的是没有遗憾 因为我们做到我们练习的百分之百 就没有遗憾 就没有遗憾 因为琢磨不定一个 环众的这个型号 就是打车整个环众的地方很难琢磨 嗯 就是真的很难琢磨 就是不去琢磨了就 嗯 对 好 问题四 孟晨走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叫大满族一起来送他 嗯 其实这段可能节目里面没有播出来 然后他当时 其实本来是他我们要先走的 就是我们要先回竞技区 然后淘汰的人自己要去走自己的淘汰通道 但是倩姐和我都说我们要送他 然后他其实真 他跟我说 他说我特别的想见一下大满族的小伙伴们 因为我们是来这个节目 我们是第一个组成的团员嘛 我们七个人 第一个组成的团员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情特别的好 然后呢 嗯 他也希望 他当时就说我好难过 我怕就是没有能跟他们道别 然后我就说那行 我去帮你就是叫大满族的团员出来 嗯 就是还是希望他们 大家能看看他吧 嗯 嗯 很惋惜 很遗憾 哦 怎么突然那么伤感啊 没事 孟陈娘回来了 快回到姐的回报里 哦 该送福利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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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吗 哇 哇 有送气球 有送甜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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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好弹幕刷起来 一会我截 我会截 我会截屏显示五名的网友 然后将获得我的签名照一张 好 嗯 好 记得威视姐姐天团刷起来了啊 好 不要再讲其他的话了啊 好 来 5 4 3 2 1 好 来 截完图了 嗯 好了 我看一下啊 我来念一下 等一下 天啊 我这个截图 我觉得我自己好丑啊 什么鬼 我太丑了 我来我来念一下 这个是 一个是 啊 我的天 Now you don't 然后呢 你们为什么老是取那么长的英文名啊 姐都不会念呢 我的英语课程还没到那一步呢 等一下是 还有第二个是 Js 一个 一个 小花花 然后呢 是 Cellophon 不是Cellophon 是Cellophon Cellophon A-N-E A-N-E 对第三个朋友是 唉 这个英文也是好长啊 一 然后呢 C-H-O-N-G-R-U-Y 的这位朋友 然后呢 第四位 怎么又是英文了 第四位是 No N-U-O 然后呢 第五位是 Y-X-X-X OK 恭喜这个五位朋友 获得我的签名 虽然也是 真的很好笑 感觉像什么 八千八百八的大礼包一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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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了 来了 然后呢 恭喜这五位 幸运的粉丝 各获得我的签名照一张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然后请这五位粉丝 然后在微视搜索 微视综艺 然后点击私信 一定要记得点击私信 然后发 发送中奖的信息给工作人员 这样的话 我们才知道 咦 怎么是我们 是我送出的 就大家才会知道是你们 对 然后呢 要把地址啊 然后详细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然后才会 我的签名照才会到你的手里 然后没有被抽中的 送签名照的小朋友们 也不要伤心 腾讯卫视也会为大家 准备了小礼物 就是腾讯视频 7天VIP体验卡 今天直播间呢 一共会发送200张 一会儿 腾讯卫视后台呢 会随机的抽取弹幕评论互动的 幸运观众赠送 腾讯视频VIP七天的体验卡 获奖的朋友呢 会在72小时内收到中奖的私信 所以想要得到这个小礼物的 网友们 要随时的跟我这个弹幕的互动 然后在直播的结束前 我还会截屏抽取幸运的网友 送to签 然后to你的名字 然后上面会写我的祝福语 好OK 天啊我真的好像 卖 在直播卖货 什么 自己的签名照 八千八百八的感觉 什么 真的吗 有人要吗 有呢 这个蛋糕呢 是你看它这个做的非常的精致 上面还有很多的那个珍珠的小珍珠 啊 我们闻一下味道 哇 非常的那个 别闹了 真的是 好看一下弹幕 OK 好说很想要to签 大家都说很想要to签 然后呢 给姐姐也来一份VIP 想吃蛋糕 好吧 OK 真的说有人想吃蛋糕耶 我想去你心里 又来带货了 带货王俭 最近很多人叫我王俭 8888 我要 888 超级8 好我们要再截取了是吧 来 截取 这个是要写什么吗 要写什么 什么东西 就是随便随便是不是 已经截取完了 已经截取OK了 OK 没有888 没有888了是吧 好好好 好一截截取完了已经 我都懵了 下一轮有 下一轮有 好下一轮是什么 好 许菲姐姐给您的任务卡 这是许菲姐姐给的 好许菲姐姐 好许菲姐姐 我们看一下许菲小姐姐给我们 唱许菲的歌 然后呢 唱许菲的歌 就这样啦 唱许菲的歌 没有什么特别的环节 好 我可以用 呃 家乡话来唱 但是家乡话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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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菲哪一首歌 许菲哪一首歌 用海南话来唱 但是但是海南话唱唱唱唱唱唱 我就是我的海南话就是 就是集数有点低 可能只是平时的 就是这个你好啊 我爱你啊 就是有一些搞笑的呀 就是打闹的词 我是会的 让我正儿八经的 去把这一段话串起来 是很难的 嗯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我爱你就是 瓦埃鲁 瓦埃鲁 唱海南歌 唱海南歌 好唱海南歌 等一下 姐先喝一口水 我的天 直播真的 好累啊 嗯 那我就唱一首海南歌 叫做石榴园 是不是 不要 我要唱石榴园 因为久久不见 久久不见 歌词不记得 那个石榴园我记得 我也不常唱的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样了 希望你们喜欢 好 好 OK 下一个 好 下一个完结是姐姐 了解了解姐姐的完结 请看电视机上的问题吧 今年7月1号是你出道10周年 作为女团鼻祖籍的艺人 你觉得做女团最重要的是什么 也没到鼻祖籍吧 就是年龄是有一点了 但是也没到鼻祖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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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前辈们还在呢 对 也没到鼻祖籍 就是 对 我觉得女团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 在自己有个人魅力的同时 然后又 要有一致感 嗯 然后呢 因为女团它其实 嗯 就是 每一个 就是唱和跳 都是你基本要会的 这是你的基本功 对 所以就是 唱跳都达到巨家的时候 你这个团体聚起来才是 对 完美 最棒的 好吧 好 任务卡来了 好多任务 我天 我是来这里挑战的吗 逃过节目组 还没有逃过去 呵 好好好 来 嗯 舞蹈换不停的规则 做女团超强的业务能力 才适应道理 节目组将随机播放音乐 王老师要根据音乐跳相应的舞蹈 每跳队一首就会给粉丝 屏幕前的粉丝们送一张王菲菲 签名照一张 然后跳队次数越多 累积福利的数量越多 好 王老师加油吧 自己还得给我打加油 我的天啊 你们会放什么歌 来 准备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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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来 忘了 丑袋在哪 丑袋在哪 我厉害 我õ尸 我看 我记得 我会 我记得 sho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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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めちゃめちゃ 素敵さすみきたい 瞳が女神のような baby manta i fly and want a little manta level fishmanta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fly i like a manta i fly and want a little manta level fishmanta 今晚別虛榮心做醉 真心話 這大碗寬面也很貴 先別說話 不想給你機會先別對 先散了吧 今晚這首歌就吸心水 我天好熱 好累啊 我的天 我的天 好你们觉得我有哪一首歌是浑水摸鱼的 划水不算的 我的天 他们应该会很强 因为如果你跳得对了多的话 拿到签名照就多了 那就是对吧 也就是全对了 考试100分 我看一下 没有 谁说没有 是不想要888 没有啊全对了 没有错的是这个意思的 高级什么鬼 好全对 那我刚刚是对了几首啊 八手 八手是不是 那就会送出八张我的签名照 然后凸签对不对 嗯 然后稍后送出 然后第二个问题在哪里 电视机 你觉得韩国练习生和中国练习生的业态有什么区别 据说你们海外练习生有一个自己的群 对 然后中国练习生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完善自己的一个系统化 我觉得慢慢慢慢大家都会非常棒的 然后据说你们海外练习生有一个自己的群 对是有群 但是不太平时不太打扰 就是大家不太会去打扰 嗯 然后有时候过年过节逢年过节我们都会送祝福 嗯相互之间当然会打call 嗯非常 嗯 因为你上这个姐姐这个节目 我们看王嘉尔好久就给你打call了 嗯 嘉尔非常棒 特别的贴心 然后她说姐姐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弟弟永远都在 非常的暖心 下面一个问题 除了本职工作的专业技能之外 你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 三口相声吗 就是今天新中佳的 今天新中佳的 可以算吗 算 还有吗 还有 画画 我天哪 你说我这个技能是画 就是小朋友 三岁小朋友的这个画可能是我的技能 对对对 就是可能画画画的好都无法画出我这 你知道小朋友的精髓 这个是 还有做菜吧 但是喜欢 但是其实在国外的时候会做的比较多 回国 回国的时候就 比较少了 老家菜吗 你的海南菜吗 海南菜 海南鸡饭 还有妈妈炒的菜 妈妈会的她都会教我 我们 不是很了解 除了海南鸡饭以外 就是海南鸡饭 海南 其实有海南的粉特别的好吃 有海南粉 厚安粉 暴罗粉 什么淋水酸粉 还有各种的烟面卤面 然后什么 真的是非常好吃 什么东山羊啊 烤乳酥啊 这都很好吃 除了海南鸡饭之外 嗯 对 真的不会失望的 是 好嘞 比比你刀工任务 现实 你们真的是很会玩 现实一分钟 我们王老师要把桌上的胡萝卜丝 胡萝卜切成丝 若挑战 失败就要接受惩罚 然后请吃掉特别的蛋糕 惩罚的内容就是 请吃掉特别的蛋糕 并现场立刻唱一段Menta 然后呢 对 小小的要求 还要求了 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 好一分钟是不是 不行不行 这个得站起来 等一下啊 我扎马步的这个是 自己喊自己开始吧 好好好 计时开始 都好用吗 还可以 哎呀我的天 好 OK可以吧 我的萝卜丝 我的萝卜丝 哎呀我的天 我的萝卜丝 有薄有厚 各种款式都有 你们想要哪一个款式都有 萝卜丝 萝卜丝 王菲菲 萝卜丝 各种款式都有 各种形状都有 想要哪一款都有 还有 还不错吧 飞一下王九 还不错吗 你挑战成功了吗 觉得我挑战成功了没有 对 他超小 最好让你去做什么 你看 姐在一分钟之内都已经完成 并且坐下 成功 她说妈呀你这个萝卜丝 是切的萝卜块 萝卜条 好成功了 好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你曾说过要和自己的女团在海南开演唱会 那到现在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以后 你会带着这个节目中的姐姐组成临时女团 实现自己在海南举办演唱会的这个梦想吗 会带谁呢 确实是这个是我一直的梦想 然后也对 就是有过对我们团体 30岁以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有想过很多的风格 有想过很多的画面 但就是没有实现嘛 29岁的时候团体就解散了 然后呢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会有临时 假如我真的成团了 临时组成这个姐姐的团的话 我当然会有这样的梦想 只要是有人初前举办 会带谁呢 就是我想所有的姐姐都去啊 30个姐姐多好啊 那节目就不用愁了 对啊 那30个姐姐都去那节目都不用愁了 但是姐姐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好 接下来还是这一环节的送福利 好 送福利了是不是 对 因为刚刚八首歌都跳出来 所以可以送八张照 OK 刚刚在舞蹈换不停的游戏环节中 我跳对了八首歌的舞蹈 那接下来我会送给大家 我会给大家送出我八张签名照的福利 我将通过平板在线截屏弹幕的方式送出 然后呢想要刷弹幕 想要这个福利的朋友们呢要刷弹幕 就还是刚刚的威视姐姐天团这六个字 好吧 然后就有机会可能可以获得 然后一会我会截屏两次 每次截屏的前四位幸运观众 幸运网友会获得我的签名照 好 来了来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OK 这是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 再来啊 五 每次都念一下是不是 好 那第一次获得我的签名照的前四位网友 第一个是叫做春春小春春幽 嗯 然后第二个是熊马吉 然后各个小汽车公共汽车的这个账号 然后呢第三个是天才笨笨 然后第四位是张吉吉A 对恭喜这四个朋友获得 嗯 菲姐的签名照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 好我再来 大家摔起来哦 好 再来啊 嗯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好 第 后四位获得我签名照的朋友是林小木同学 然后第二位是冷女同学 第三位是嗯 是 只有一个柠檬的这个image 就是对 就只有一个柠檬的图像的这个朋友 然后呢 这是第三个位啊 第四位是一杯桃桃乌龙 我天我也很喜欢喝桃桃乌龙 握手 OK 恭喜这八位小朋友们能获得我的签名照 对 然后呢 请你们在威视 还还重复一下啊 请你们在威视搜索威视综艺点击私信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发送中奖信息你们的地址详细的详细的所有的信息对然后去联系吧 然后没有被抽中签名照的网友们也不要伤心腾讯卫视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腾讯视频7天的VIP体验卡今天直播间一共会发送200张 200张一会儿腾讯视频后台会随机抽取弹幕评论互动的新闻观众赠送腾讯视频VIP7天的体验卡 获奖的朋友在72小时内会收到中奖的私信所以想要得到这这个小礼物的网友们呢要随时要跟我弹幕互动哟 好 好 好 下一环节任务卡又来了 哎我的天 好任务卡又来了 网友有很多有趣的神回复 请王老师观看电视机上网友的回复并在线回应一下 非常非常省欠 非常省钱 组合更多是为了支持万欠而来的 那这个组合就是靠欠欠子来撑人气拿票数 那不挺好的吗 非常好呀 对不对 有我欠姐 没再怕 OK 下一题 这样的女团选秀让加菲猫参加好吃亏啊 因为银是应该的舒适丢人的 没有必要来 就是嗯我是觉得也没有说银是应该 舒适丢人 我觉得 因为可能真的是 当然会有一点点不是要吃亏 我是觉得说 嗯 我们会稍微的 更稍微的难一点点吧 因为 就是自己非常非常努力的做 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嗯 可能你应该就是要做这么好 然后 然后呢 舒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因为其他姐姐确实是非常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很优秀 因为每个人的魅力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还是请大家呢 多多爱我们一些 多多 对 看到我们其他地方的闪光点 嗯 那你当时就为什么 想说来参加姐姐的比赛 嗯 嗯 其实一开始我 我是有点担心的 而且 确实是三十个姐姐嘛 不知道该如何相处 然后 嗯 但是后来我也 我也看到加油来 然后也 然后就 挺安心的 我说我们俩我们就一起去吧 嗯 不管是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都 对 能够走到最后最后一起撑团 别 的 别的姐姐在这个节目里 你经常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惊喜 反倒王菲菲没有什么新鲜感 中规中矩的表演 唇录人 观点 雾喷 嗯 可能觉得别人的话题 是总是 就特别爆 嗯嗯 菲菲这一块 就可能你那些的话题 就很 老师人一样的在 嗯嗯嗯嗯 嗯 嗯 因为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在节目里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因为 我觉得舞台对我很重要 真的 就是不管别人在说什么 我尽全力的把这个舞台 把这个很完美的记忆留在这里 嗯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很爽 在舞台上跳舞是一件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所以嗯 对对对对 还有上次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叫王菲菲 雨字头的飞 不是草字头的飞 不要打错了 就经常有人说 上次还有一个网友特别可爱 她打黄菲菲 就没有一个字都是对的 我真的是 好的 好的 下一题 别家姐姐的粉丝 真的是完全没有草包特别 那不是很好吗 对啊 这就是要我自我突破 其实真的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公司会说 他就会说你要注意说话 你要想很多的事情 其实因为在国外 你有时候不仅仅是代表你自己 其实你还代表后面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 嗯 本来我的性格就比较慢热 然后不太爱说话嘛 以前 然后但是其实我真实的性格 熟了之后 我真的是很放得开 然后非常的活泼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现在你知道吗 就 姐妹在怕的 不是也是有点害怕的 OK OK 大家来看看这个女人 千万不要被她的外皮 这个 在台上很霸气 结果下来也还是一个 嗯 就是 我因为我真的是 还是有很感性的时候 经常 然后呢 可能在舞台上的时候 因为你站在舞台上 你穿着高跟鞋 你梳 你梳的发型 你化的妆 灯光打在你的脸上 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一刻我无论是 有什么病痛 有什么伤痛 有什么不舒服 我那一刻是不复存 就是没有 它不在的 不存在的 对 所以就是可能 经常我好几次公演 都是公演结束了以后 我就病 马上生病 就真的是 太紧张了吧 不是我说这个紧张 不是我心里的紧张 是我所有的东西 肌肉啊 都是紧绷的状态 就是必须要做到最好 嗯 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比什么 你至少要 在这一场你要自己满意 尽量的不做到后悔 因为你每一场演出 你都不可能百分之百 自己不后悔的 总有一些些小小的地方 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 我其实还可以做到更好 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些小的遗憾 尽量把这个遗憾剪到最小 这是我每次公演的目的 我的画画水平真的是个谜 你打扰了网友的神评论 姐姐 这是狮子没长成姐姐画的这样 还是还是 是狮子没长成姐姐画的那样 还是狮子的不完美 就是我那天我朋友画的 他画画特别好 然后呢 我就说我也来画一个狮子吧 我的天 我在画的什么 你看是不是 戴狮子头套的宝宝 很可爱 你看嘛 姐也是有艺术造诣的 好不好 画画的造诣也是有的 谁能画出这个三岁宝宝 这个 狮子的样子 模仿都模仿不来 好下一题 一起乘风破浪 一起勇敢追梦 梦成的这一句 网友神评论说 我来搞事情了 梦成的微博 有很多姐姐都回复了 曾一起战斗王妃 却没有回应 我回应了啊 我回应了啊 我第一时间回应了啊 因为 因为 是上一条微博吧 上一条微博 他说我想回来 我是对啊 我是在下面有评论的 马上回去评论他 你们去看一下了 对可能这一条 所有评论都发了 刚好没有评论在这一条 对啊 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 对啊 我还没有发这条 我就那个什么 我就已经发了 说句吧 没在怕 什么东西 走你们的路 让你们无路可走 OK来 OK 好 就到了最后一轮 给大家送福利的环节 我还是会给大家送出我的签名照 一会儿我将通过平板在线截屏弹幕的方式送出 然后呢 记得 弹幕上一定要刷出 威士姐姐天团这六个字 好 最后一次啊 我会在我的截屏显示的五名网友 将各获得我的签名照一张 来哦 来了 先让你们刷起来 刷起来 好 5 4 3 2 1 好 第一位我要念出他的名字了 第一位就是 迷人的老baby 第一位恭喜了 第二位就是林小木 恭喜 第三位是一个老虎头 恭喜 第四位是一个句号 恭喜 第五个是一个紧实ING 恭喜这五个朋友 谢谢 谢谢 谢谢什么 好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私信 对 威士搜索 威士综艺 然后点击私信 然后发送你的重奖的详细的你的个人信息给工作人员 然后呢 对他们就会把我的签名照价值八千八百八百的签名照 发送给你们 然后呢 可以弹幕会发送一 可以弹幕发送我想要我写给你的一句话 想要我写给你的一句话 想要我写给你的一句话 然后我会截屏选出三张 三位幸运的网友 送出我的兔签 嗯 这一次呢 好 这一次呢是会我会截三次 每次截屏我会送出一个人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我对你说什么话 想要在这个兔签上面写什么话 你们就打出来 然后我会写下来送给你们 好 要来了 发起来 发起来 不用不用刷威士姐姐天团了 那趴已经过了 过了 那趴已经过了 就是说 你们想要我送什么 你就说 to谁谁谁 然后下面写哪一句话 就把这一段话打出来就可以了 嗯 嗯 可以念一些大家的 好 嗯 嗯 嗯 好好我先喝口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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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嗯 还有抱负 希望我写抱负 这个 这个 两个字我也非常喜欢 啊 你 嗯 天天都快乐 好 签名照 祝博士顺利毕业 你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祝你和王菲菲结婚 太可爱了 好 来来来 开心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好 王菲菲写爱我 嗯 好 王菲菲写东北纷飞 好 来来来来 真的要开始截图了啊 5 4 3 2 1 嗯 嗯 嗯 好 这里面有 林小木 然后还有一个一起变优秀 还有练上你的歌 爱你 还有早日康复 非的小脑 小脑服 嗯 停停断啊 停断断停 考研顺利上岸 好 那我选这个吧 早日康复 好不好 呃 非的小脑服 嗯 不知道 对对对 希望身体健康 早日康复 啊 我我我的兔的名字要写这个吗 写他的兔非的小脑服 好 拿这个来切 一点 金 几号 七 七要七 好 嗯 下边写写 那早日 好 好 好 你写好了啊 好 第二个 刷起来 我又来截图了 嗯 好 5 4 3 2 1 好 这有一个催催祝平安喜乐 还有不要放弃身体健康 一切都会好的姐姐爱你 不复遇见共同前行 我要选哪一个呢 选那个 2 你是要2催催是不是 那我就写的送给他好不好 2 催催 有特定指定要送给谁的 可以缩一缩 2020年7月17号 好 接下来 第三次 好了 再刷再刷再刷 我要来了 5 4 3 2 1 好 上面有写 加飞助导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呢 前程四井飞飞加油 还有写 我爱你不忘初心 好 我送最后的这个 不忘初心 好 可以啦 好 以上就是三张 恭喜这三张 这是恭喜这三张 无言乱语了 我要 恭喜这三位幸运的朋友们 获得我的图签 然后请这三位朋友 立刻在微视搜索 我要把你们名字亮出来 微视搜索微视综艺 点击私信 发送中奖信息给工作人员 然后没有被抽中 送签名照和兔签的朋友们 也不要难过 腾讯微视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 就是腾讯视频 七天的VIP体验卡 今天直播间一共会发送200张 一会腾讯视频后台 会随机抽取弹幕 评论互动的幸运观众 赠送程讯视频VIP七天的体验卡 获奖的朋友会在72小时内 会收到的送赚私信 所以呢 想要得到这个小礼物的网友们呢 继续多多的弹幕刷起来 好 OK 接下来就是 要给阿朵姐姐下一场 好 任务了是不是 下一场是我的阿朵姐姐 阿朵姐姐真的是 非常非常暖的一个姐姐 然后 而且她真的 唱跳实力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非常非常 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姐姐 我要给她安排什么人物呢 要网友 网友们 网友们 朋友们 什么 吃葡萄皮 不吐葡萄皮 是什么 是你姐姐吵架 抱歉 阿朵姐姐 阿朵姐姐 你们想要她 对 挑战什么 模仿伊能静姐姐 我看一下 模仿伊能静姐姐 跟四重奏 就女孩与四 那个团 就是 于能静姐姐团的四重奏 是吧 然后 说 让阿朵姐姐说三口相声 太高笑了 这怎么说 做大喜的表情包 然后呢 唱 我的歌 hello 让阿朵姐姐 就是唱旧岁的蝴蝶 这可以 马上写上 怎么也被我 我妈妈一定会很爱 她很喜欢阿朵姐姐 好 就这个吧 写上是不是 请夺姐 请夺姐 我 要亮相吗 请夺姐 我姐姐唱我妈妈最爱的 酒醉的蝴蝶 我是不是要贴心写一段歌词给她 好了好了 翻上 爱你 OK 好 再看一下朋友 好 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大家 今天我们也剥了母一个半小时了 你看我说了 肯定会聊得很嗨的我 您的语气一个半小时大概别三个小时 真的吗 唱跳 姐姐你要唱两句吗 还要清唱酒醉的蝴蝶 怎么也飞不出 这花花的世界 哇 这谁送我的啊 万众巨星 哇 摆 pose 保护好嗓子 刚刚聊了 说了一个半小时 我现在嗓子都哑了 不要唱了 好好好 不唱 我要保护好嗓子 好吧 我一定要训练去吧 好的 我也爱你们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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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不要唱了 不要唱了 真的不能啰嗦了 好 OK 好的 下巴拉 好的 多姐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的挑战 然后呢 想要一起看阿多姐姐完成挑战的朋友 和我 可以和我一起蹲守 姐姐驾到的直播间 然后7月20号 记得7月20号的晚上7点钟跟我同样的时间 我们的躲姐姐会在哦 我们就一起哦 收看姐姐驾到 拜拜 爱你们 呜呜呜 呜呜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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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